今天那星晋入围了一个二号选手 是我一个 关系比较好的客户介绍给我的 说他是高质量男性 就是他 入围里有 长得帅 然后有品味 又会讨女孩欢欣 最重要是他在投行工作 虽然平时忙 但是工资高 就是有点花言巧语 只能适合短则 短则 你怎么老二去网呢 我的姐 短则对应长则 短则指的是 不追求长期稳定的关系 然后长则就是 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关系 那他们俩你要选哪一个 我肯定选择 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你都要选长则的了 短则选手 为什么不直接通过 这个不得不说啊 他实在是太上道了 我跟你说 我们第一次约会 他就给我送个小礼物 你知道吧 这个味道我觉得还不错 但我记得你好像 有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 我觉得吧 他胜在有心 再请问一下 您用的是什么酱水啊 成酱吗 这个地方 行吧 那你好好搞你的 男性学术研究吧 我也去写报告了 去吧去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内部搞了一个小小的竞聘 那么现在我宣布一下竞聘的结果 韩律主的郭宇胜出 那么今后郭宇就负责这个案子 涉及知识产权部分的相关问题 我们来给他鼓鼓掌 谢谢大家 我们会再严再丽的 王宇啊 跟郭宇打好配合 好 没问题 小棠 特别勤快的 好 来吧 呼 你对了 你 她很自诱 不跟她点招 专门 准备心 谢谢 我的房子 来 挺巧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送一个朋友回来 女朋友 女性朋友 我是单身啊 单身就好 薪斯是我妹妹 你要是敢欺负她 我饶不了你啊 这世界可够小的 你放心吧 我对她没兴趣 刚下班吧 要不要一起吃过东西 你们没吃吗 我们看的是七点多的电影 她选的时间 可是看完之后呢 商场里的饭馆都下班了 她又不想在路边 而将就一顿 还拉着脸 跟我省闷气 所以我 赶紧把她送回来了 那只能说明 你还不够体贴 走了 朋友 要不还是一起吃一个吧 好 好 既然你对我妹妹也没什么兴趣 为什么还三番五次得约她呀 也没有三番五次 第一次嘛 觉得她怎么样 那即使做一点也无所谓 看我没想到第二次比第一次还要做 那第三次呢 坚决不会有第三次了 你妹这活坑我是肯定不会跳的 你不想跳 大把男人等着跳呢 这不算好吗 娇娇女配老是男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我可是她姐 你在我面前谈论我妹妹 能不能稍微收敛一点啊 不好意思 没把住嘴 下回一定注意 老板 买单 一共五十三 您直接扫码就行 我不用你请 谁说要请就行 一次性付款方便 来 你装我二十六块五就行 给我收款了 对不起 我不接受陌生人的扔任 加了 浪子都是你这样的吗 广泛撒网 定期淘汰 这爱美之心人家有事吧 而且我就是容易欣赏异性 就是喜欢和他们交朋友 当然了 一旦发现不合适 我马上礼貌性地退出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浪子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 上我微信了 我就不该加 唐律师 你放心 我呢就是单纯地想跟你做朋友 单纯地欣赏你 并没有其他的意图 当然了 如果你想有的话 我可以 不好意思 您不是我的财 就到这儿吧 不用送了 可以了 可以了 我知道了 可是我车在那儿呢 你为什么要换香水啊 因为我觉得香水是非常私人的东西 我很不喜欢别人跟我一样 我真挺喜欢那个香水的味道的 因为女用 你可真有意思 这话你都说得出来 如果真喜欢的话 你就自己喷呗 你送给别人什么意思啊 是 都是我不好 但我知道有一块香水更适合你 可是我的老板 在这儿呢 您已经开始进来 我觉得你 Dag 现在在这里 还没见过 我没见过 我必须 我一次才负责 这么快就能拉女孩的手了 反正你都觉得我是渣男了嘛 而且这点小伎俩根本撩不到你 试试吧 真的很不错 对了 电充电宝 谢了 电充满了 好 好 真够装目啊 好 好 好